持续来看到 载着抚慰7号卫星的猎鹰重型火箭 这次总共搭载了24颗的卫星 在台湾时间下午2点半顺利的发射 升空后不到3分钟 侧推进器顺利分离 并在升空后的8分多钟成功回收 第二节火箭也成功点燃 可惜在大约11分20秒之后 主推进器回收失败 坠入海里燃成火球 猎鹰重型火箭发射点亮夜空 这趟太空任务除了要护送 卫星到太空之外 重点是马斯克还要进行火箭回收计划 特地在推进器上面挂上镜头 全程直播观看 两个侧力火箭 已经发动了它的逆向火箭 已经很接近地面了 已经快回到地面了 哇 真的好紧张哦 透过视讯镜头 左右两侧的推进器分离之后 慢慢往陆地返回 现场人员线上观众摒弃宁神 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就是地面回收场 卡纳维尔角的回收场 三只脚打开一左一右 哇 这也很精彩 两侧推进器成功落地 现场响起如雷掌声 而接下来的重头戏 火箭的主推进器 原本设定要降落在海上平台 不过出了意外状况 Sendecore的一个逆向火箭下来了 下来了 没有了 哇 好可惜 好可惜 对 刚刚是掉到海里去了吗 对啊 有一段距离 有一段距离是不是 有一段距离 可是幅台还是震动了一下 所以应该是很靠近了 很靠近 它是擦到了幅台 你看得到然后爆成了一个火球 主推进器和海上平台擦到边 最后爆炸变成一团火球 专家表示火箭要在海上降落回收 本身难度非常高 加上海上天气都会影响到降落状况 虽然小小意外 但丝毫不会影响到 这回猎鹰重型火箭的杰出表现 记者新竹 综合报道